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带无敌好运跟强大火力 成为旅途上最棘手的阻碍 结束第二段丛林探险之后 强尼又再度展开新的任务 启程前往一个奇妙又超现实的所在 准备要从实际地点跳脱 加入更多奇幻元素了吗 室友们快快跟上一起出海咯 接续在丛林探险之后 强尼的冒险往第三条故事前进 但不同于埃及沙漠或秘鲁雨林 这次的地点是一座虚构的岛屿 迪诺岛 这座人机罕至的岛屿 保有非常原始的气候环境 以至于卸上最危险的生物恐龙 得以在此生存 也延伸成为这座岛屿的名称由来哦 恐龙岛的故事就跟丛林探险一样单纯 强尼等人因研究的名义 来到岛上记录各种恐龙资讯 没想到从法老异空间成功逃脱的巴伦男爵 用伙伴山姆心灵斯特的名字强势回归 同样组成了反派小队入侵恐龙岛 夺取恐龙宝宝还有珍贵的远古基因 原本单纯的学术研究 马上就变成了保护恐龙生态的危机状态 虽然跟丛林一样 恐龙岛全系列的规模并不大 但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全新形态的恐龙 虽然不比现在精致 外表也没有印刷 但却都很精准还原不同恐龙的体态特征哦 当时的说明书 甚至还会介绍登场恐龙的小知识耶 作为两派人马追寻的恐龙宝宝 以绿色小零件的模样登场 后来还出现了不同的色彩 甚至在2009年的特务系列 还变成了金属金恐龙宝宝 反派们眼睛都发亮了 听完故事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 没错 恐龙岛的故事就跟侏罗纪几乎相同 迷诺岛就像努布拉岛一样 后来因此唤起了乐高集团 对侏罗纪这个IP的合作与经营哦 沙漠冒险连接起了印第安纳穷斯 恐龙岛连接起侏罗纪 各种冒险也帮乐高打开 更多IP合作的可能性 强尼真的是开拓先锋耶 虽然岛屿不存在于现实世界 但在2014年乐高玩电影里面 就有标示出岛屿位在亚特兰提斯 跟太空夹角的中间 所以迪诺岛实际上是存在于 乐高宇宙里面的哦 说到乐高玩电影 强尼在电影中也是建筑大师的一份子哦 甚至出现在70815合组里面 微调了许多服装小细节 重新登场 恐龙岛同样由我们的冒险三本著来担当 强尼及罗伊继续同一套服饰登场 皮皮可能觉得丛林装扮很适合迪诺岛的气候 所以就不想换衣服了 更换的只有摄影机里面的冒险胶卷 有趣的是啊 这个系列帮乐高打开了恐龙题材 延伸到同年发表的电影工作室系列 合组中央能够看到强尼居然跨道亲自演出特技场面 还带了皮皮跟大小恐龙来到摄影棚 怪不得忍者花园里面就可以看到 强尼主演的冒险电影广告 另外啊 忍者码头还可以看到 他们乘坐的岛屿跳跃者双桨飞机的看板 资讯里面的5935是合组编号 202则是骗术 原来啊 强尼在闲暇之余 还会在游客参与冒险旅游行程 只能说冒险家身兼建筑大师 演员跟导游真的是超级斜杠的 先前两度提供空中助力的哈利 没有加入恐龙岛冒险行列 由这位年轻人麦克取代 麦克啊 过去曾经被强尼救过一命 他虽然年轻 但却懂得驾驶滑翔飞机哦 麦克啊 也像许多小孩一样 想要养一只宠物 但是他不想要猫猫或是狗狗 而是想要养 蛤 恐龙宝宝 麦克啊 戴着跟贾巴罗同款的扁帽 单眼平的脸上 可以看到青春的小雀斑 白色汗上外头穿着咖啡色背形 腰剂间插着一把弹弓 从年龄跟服装来看 不禁让人猜想他的本业 会不会是戳戳乐出现的送抱小童呢 看起来憨厚的大叔 却是新登场的反派 他的名字叫做坎宁安 是一位专业的伪装大师 每个礼拜都改变自己的外在伪装 在恐龙岛上 他偷偷学强尼戴着折边帽 橘红色的大胡子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一束胡子是假的 红灰很条纹的衣服啊 还露出丰满的小蛮腰 过去坎宁安曾在岛上 帮忙山姆抓恐龙 现在啊 说不定就用他最擅长的伪装术 藏在某个系列里面伺机而动哦 除了大叔啊 这次反派团首度有了女生的面孔 他叫做爱丽西亚·辛尼斯特 就是恶名昭彰的山姆辛尼斯特的亲妹妹哦 曾经与皮萍发生严重的纠纷 这次历劫归来的哥哥 虽然变得有点怪怪的 但他也决定狭院参一角 爱丽西亚留着一头跟石内蒲一样服贴的发型 算是冒险系列的第二女主角 但跟皮萍相较起来实在是 比较中性严肃一点 在故事设定中啊 爱丽西亚总是帮山姆出谋划策 甚至还想过要延览强尼加入山姆的阵营 但当然也是被回绝咯 邪恶守命孔强势回归 算服装啊完全维持沙漠石的样子 不过啊他把名字冯巴伦改掉 换成了之前伙伴的名字 山姆辛尼斯特 伙同妹妹爱丽西亚跟手下凯琳安来到恐龙岛上 再度跟强尼对抗 准备抓捕大量的恐龙 开设主题乐园谋取暴力 就跟侏罗基公园里面的丹尼斯一样贪心 虽然有捕捉到恐龙宝宝 但后来碰到火山喷发 邪恶计划又再度泡了汤 但一个奇怪的人冒用哥哥的名字 聪明的爱丽西亚居然都没有起疑 真的是太怪了 在2001到2002年期间 《哈利波特》唤起魔法系列 由电影工作室系列加入的蜘蛛人 揭开网后的超级英雄产品线 而冒险系列实体的进度稍稍暂停 只有推出不安的木乃伊 还有古希腊失落宝藏电子游戏 来替系列维持热度 2003年 强尼一行人终于又继续了他们的冒险旅程 从乐高宇宙的恐龙岛回到现实世界 目标是更加神秘的遥远东方国度 参照当时德国声音聚光点 以及官方推出的线上漫画 都完整地交代东方远镇的故事脉络 1933年 结束迪诺恐龙岛生态保卫战之后 强尼在一次冒险中取得了非洲银号角 批评跟强尼前往威尼斯与吉罗伊会合 因为他们发现了一张写有中文的破碎古斯卷 组合之后是一段诉说 马可波罗金龙宝藏的故事 还有寻找的部分线索 原来在1275年 马可波罗来到中国 并觐见当时的忽必烈克海 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 马可波罗提供了忽必烈许多治国良方与想法 在返乡的时候 忽必烈打算将金龙当作礼物 但由于实在没有办法搬走 于是马可波罗便决定将金龙留在 克汗宫殿龙城的密室里面 只要凑齐散落三处的三个宝物 就能够解开密室 拿到金龙 诗卷上面的部分线索 指向了一处位在印度 名叫丛林之刺的地点 故事跟沙漠冒险其实蛮相似的 都是以闯关的形式来寻找宝藏 不过这种好康 当然不免俗又被反派山姆给偷听到 于是他也偷偷开始策划 并且动身前往印度准备拦截他们 这种想拿好处 却不自己努力寻找的人 真的不管何时都让人反感了 三人来到印度之后 撞见山姆联手当地邪恶的君主拉鲁 正在审问一位名叫巴布罗的南海 关于能够散发温暖日光的太阳石的下落 后来吉罗伊博士误打误撞 从老虎怪泰古拉手中拿到太阳石 巴布罗用来拯救贫瘠的村庄之后 便骑成大象指引众人 抵达丛林之刺巨蟹皇宫 感觉山姆吃了那么多次亏 终于有变聪明咯 不过山姆被宫殿的巨蟹雕像 签字里面的宝石给吸引 悟触了机关 最后被巨大石头给赶跑了 这一段就跟法规骑兵一开始的机关一模一样 在慌乱中 巴布罗也跟大象合力击退君主拉鲁 但是宝藏在哪里呢 强尼他们察觉到宫殿顶端散发着隐隐金光 才发现宫殿穹顶藏着第一枚宝物线索金盾 盾牌背后还有另一张地图 他们依循指引来到第二个地点 喜马拉雅山 认识当地的导游桑吉多杰 才知道讨人厌的山姆又偷听到线索 而且已经往圣母丰神庙前进了 在激烈的交战之后 强尼等人迟了好几步才到达圣母丰神庙 但山姆担心又碰到像巨蟹皇宫一样的机关 所以就要求强尼先进去神庙当白老鼠 结果啊 山姆万万没有想到 强尼却因此找他一步 用太阳石融化神庙下的雪洞 成功取得第二个宝物线索金剑 还拿到了第三张地图 指示出龙城的大略位置 他们穿越长城抵达西安的时候 碰到了来乞讨食物的中国女孩李靖 才知道此地被为伟皇帝吴章 还有他的军队所掌控 而龙城宫殿现在就被吴章当作据点 李靖偷偷搭船来到宫殿岛上 虽然在秘密路线上碰到了怪兽俊旗 但强尼等人还是有惊无险的闯入宫殿之中 结果山姆跟吴章皇帝居然也串通好了 甚至抢先拿到了第三个宝物线索金盔 在军队的胁迫之下 强尼只能乖乖交出金剑跟金盾 当山姆兴高采烈来到地狼末端的时候 镇守在此的护卫石像居然活了过来 山姆吓得连宝物都不要了 直接夹了尾巴逃之遥遥 强尼将三个金色配件放在护卫石像身上的时候 金盾跟金剑居然化成两把金钥匙 他们用来启动机关 终于找到了金币辉煌的马可波罗金龙像 最后强力三人把金龙像载上车 成功躲避吴章皇帝的追击 完成了在东方这趟高潮迭起的冒险旅程哦 乐高除了金盈新加入的电影IP之外 在自家系列上也非常的用心哦 整个故事横跨了印度、西藏还有中国等地 不愧是成绩三年后再度延伸出的新冒险 有趣的是啊 2003年东方远征冒险系列 还发展出了扩充玩法 大合组附的拼图能够拼出像是大富翁般的格子路线 合组随附不同的人物或道具卡片 依照角色技能数值的高低 让人偶能够向前移动 努力取得三种宝物线索 其实就跟现在的桌游风格蛮相似的诶 拼图也清楚地展现了三个地点的景观颜色 大家一起来玩一定超有趣的 而且当时的宝物线索 跟太阳神石盘一样是镀金材质 闪亮亮的就非常的吸引人 三个宝物所在地的地图也同样用印刷砖来呈现 拼在一起还能够看到从头到尾的完整冒险路线哦 系列产品贩售持续两年 最后在2005年停产 除了宣告东方远征系列走路历史 也代表强尼桑德为主角的冒险系列画下了休止服 可能是因为许多电影角色加入产品线 乐高慢慢开始注意到人偶的前提 于是我们两位男主角穿了五年的服装 终于可以因应冒险地区有了大幅的改变 在印度冒险的强尼 换穿以绿色为底的外衣 裤子还多了两个小口袋 吉罗伊则是在全白的服装外 套上一件草绿色背心 画满金色变形虫花纹 在极寒的圣母风区域 强尼穿上了超帅皮革飞行外套 吉罗伊穿上深灰色西装外套 来到气候宜人的西安之后 两个人脱掉郁寒的外套 就回到沙漠冒险时的原始装扮咯 大概从2000年初期 乐高会在荣偶的瞳孔加上小白点 让他们看起来更有精神 所以这个时候的强尼 虽然有换回沙漠版的服装 但脸部细节 就可以看出细小的差异咯 说到脸部差异最大的老班底 记者皮平跟之前比起来 完全是整形成功 表情转变的柔和非常多 再度绑回红领巾 绿色工作服配备更加完整 胸口挂着随身的小相机 更方便记录 在圣母风的时候 皮平跟强尼几乎是情侣装 口袋里面放的线圈笔记本超级认真 戴上跟德姆莱姆法学校同款的蓬松护尔冬帽 来加强保暖 皮平在雪山路途中 曾经在小神庙发现神秘绿宝钻 过程中却唤醒了雪人 后来皮平超的雪人 狂爱相机闪灯才逃过一劫 抵达西安的时候 服装同样换回沙漠版的米色衬衫 不过除了变漂亮的表情之外 也佩戴飞行护目镜当作装饰 不知道是不是在向沙漠与丛严的好朋友 阿里致敬呢 没有重要的向导 主角三轮主绝对没有办法顺利的找到金龙 这一位啊 就是在印度被审问的男孩巴布罗 将奎洛教授心头精灵剑改成正红色 包覆着诚恳之气的表情 蓝色背心上用黄线勾出装饰 表脊产成黄色布条 配上鲜绿色的裤子 人偶的配色非常的亮眼 透露着印度风情 巴布罗的梦想 是希望能够找到散发日光的太阳石 来让村庄回复神机 而且年纪轻轻的巴布罗 就已经是印度当地的专业训向师了 他跟大象聚聚感情最好 继恐龙零件之后 冒险系列将大象零件带入乐高世界之中 后来也改版得越来越美丽咯 第二位则是喜马拉雅山区的向导 桑吉多杰 在故事中啊 他具有雪巴人的血统 这是一只真实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民族 由于常年在高山地带生活 对山区啊非常熟悉 雪巴人啊 常常会为各国的单山队提供向导和后勤的服务 成为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哦 头上同样戴着厚重的护尔冬帽 桑吉多杰的五官啊 跟巴布罗非常的相似 撑穿当地民族传统的长袖外袍 妖姬啊还配着一把便利的短刀 雪山向导啊 看起来非常的可靠哦 第三位向导 是在西安市内乞讨的女孩李靖 这是冒险系列的第三位女性角色 黑发绑成俐落的马尾 诚恳的表情带有一丝东方气息 蝴蝶绿的诱刃服装上 写着奇妙的中文字 但有可能当时的设计师 也不太清楚这个是什么意思 李靖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一位武术精湛的革命家 因为爸爸反抗无章的政权 就受到枪伤 他为了推翻独裁政权谋化已久 要为自己的家乡捍卫自由 如同蝙蝠俠不能没有小丑 没有山姆啊 抢你的冒险绝对就少一位 从法老异空间回来之后 巴伦男爵就说自己是山姆 辛尼斯特 在恐龙岛失利之后 他的状况就越来越奇怪 不仅名字混淆 在希腊冒险的时候 就戴上一顶高礼帽 摆明要模仿当年沙漠中 鬼靴山姆的样子 标志的单片眼镜 勾手以及伤疤依旧 但表情啊变得更凶狠 米色衬衫来改成了黑色 拿下肩章换裹着一条白色领巾 在1907年 弄伤左手的往事就发生在印度 但目前自身山姆的他 应该是忘记了 所以啊 才要跟着墙尼来到了印度 即便冒险计划大多都是偷听来的 行动也多半失败 但都还算是有惊无险 即便没有财宝 但却从沙漠挖走了 人面诗身相的脸 邦尖塔 以及阿努比斯头像 在圣母峰被雪人攻击 好险啊雪人咬到的是他的左手铁钩 但神秘绿宝钻早就在批平手上了 于是啊 山姆转而扛走了黄金文物 跟圣母峰之相 最后啊 全都运到了自己的大展里面收藏着 2020年 乐高就与山姆 呃 其实是八轮男爵的经历 估电成10273 鬼屋宅底摆满搜刮来的宝物 彩蛋满满满 有兴趣的室友 欢迎回顾游乐场鬼屋的开箱影片哦 强尼在异地有三位强大的向导 山姆也是不甘寂寞 知道强尼从印度展开旅程 马上就找到了老朋友拉鲁 裹着白色头巾 有着灰色大胡子的严肃表情 橘色长袍上印有精美的土灰 腰上红色布巾里面还藏着锋利的匕首 拉鲁是印度一名残暴的摩赫罗蛇 能从印词上翻译成大军 也就是英属印度时期土邦领主的身份 他率领头戴黑色头巾 穿着蓝底红点袍子的护卫队 压榨巴布罗所在的贫穷村庄 还试图夺取太阳石 想助长自身权力 不过啊 最后因为强尼等人的帮助 巴布罗推翻了拉鲁的暴政 真的是太棒了 即便有野心 但往圣母峰还是需要专业的引路者 山姆花钱顾情的专业猎人严霸 在黑色毛毛下留着凉撇坏坏的小胡子 围着领巾装饰 暗红色服装印着横向的花纹 外搭一件绒毛滚边的皮革短外套 贪婪的岩霸常年在雪山中追寻雪人的踪击 不过山姆真正被雪人攻击的时候 岩霸却不在场 岩霸带着山姆早一步抵达圣母峰神庙 但却还是让强尼拿走金剑 如果是岩霸我气死才怪 反派阵营最后一位 就是西安的地方势力 吴章 他实行复辟行动之后 就霸占忽必烈的秘密宫殿 还重新自称自己是皇帝 人偶没有任何的发型 转过来可以看到他替法流变 这个也是冒险系列中 唯一的双面印刷人偶 收藏的凶狠眼睛 凹陷的面容 还有两撇八字胡 完全就是富满洲的形象 在之前惠客室介绍上期的影片有提到过 这个是许多早期欧美影视作品中 对于亚洲坏蛋的经典刻板印象 魔宫传奇的上海黑帮人偶 也有一点点这个氛围哦 或者常常念珠 正红色服装中央 可以看到自己势力的图腾 背后披着肩领锯齿黑斗篷 这一件目前已经绝版的斗篷 在乐高历史上 算是反派的必要配件 武章跟拉鲁一样拥有自己的军队 铁斗力跟铠甲上都印有势力图腾 算是非常忠心又武力强悍的一群禁卫军 看来武章自己也没办法找到 藏在龙城里的金龙宝藏 后来虽然跟山姆相互勾结 但依然邪不胜整 故事的尾声 强尼带走了金龙 武章政权 最后也应该被革命家李静给推翻了吧 沙漠有法老和太普 丛林有守护者雅楚 各系列都有立场中立的宝物看守角色 在龙城河组中 就出现了看守金龙密室的龙宝守护者石像 头戴异色版黑服王罗勒的头盔 呼应飞龙翅膀的形象 铁灰色身躯反穿着武士铠甲 手持大弯刀 没有印刷却压迫感十足 面无表情但眼睛却散发着活光 石像在故事中诡异的活了过来 把山姆给吓跑了 强尼帮石像换上了黄金宝物配备之后 打开宝藏密室的金色钥匙 才从雕像手中显现出来哦 迪诺岛上有恐龙存活者 而东方远征除了龙宝守护者石像 也出现了三只奇幻的生物 分别是在印度守护太阳时的虎兽 泰古拉 在喜马拉雅山守护绿宝钻的雪人 在神鬼传奇三电影中 就有出场帮助主角哦 第三只是在宫殿岛 龙城秘密入口的守护兽俊奇 同样在神鬼传奇三 龙皇帝就有变身成像是俊奇的奇妙生物 三只都使用了专属灵件 来呈现他们的奇幻外观 虽然看起来有点绰绰的 很滑稽 但都是冒险里重要又难缠的生物角色哦 东方远征历程的最重要象征 就是这尊马可波罗金龙 沿用城堡驯龙大师出现的非龙身体灵件 原本的鳄鱼尾 换成了专属的蜿蜒新龙尾灵件 金色烈焰绘纹从身体一路延伸到尾巴末端 非龙最贵重的就是闪闪发亮的龙手灵件 显现东方龙的犄角部位 装上两枚红钻石当眼睛十足霸气 金龙暗藏在龙城地下密室之中 跟法老的魔幻红宝石 金色太阳神石牌一样 都是重要的文物宝藏 已不附件的电镀金材质 更显得这些宝物的弥足珍贵 想要好好收藏入手 对于玩家来说也是一场大冒险哦 强尼的冒险虽然在2005年完整化下精彩的据点 但却替后面的几个系列提供了丰富的剧情养分 2008年 乐高发表初代印第安娜琼斯 大前辈终于在乐高世界中登场 更是由冒险系列的元老设计师亨里克主导 2010年亚特兰提斯 潜水团队探索超有名的海底之城 取得深海钥匙 召唤波赛顿黄金像 2011年法老探索将沙漠冒险的热度完美延续 强尼跟杰罗伊博士也都有相对应的新角色 杰克与亚奇伯德 还带来木乃伊 邪恶法老 以及阿努比斯的新模样 2012年带来富有黑色奇幻风格的怪物猎人系列 罗迪尼博士带领队伍 要阻止蝙蝠领主及众怪物的野心 夺取法力强大的乐视宝物 而同样在2012年 乐高发表了以围捕恐龙为主题的 Dino恐龙系列 除了名称致近2000年的恐龙岛之外 这系列的主角叫做乔许桑德 根据乐高人偶年鉴书中的介绍 证实他就是强力的后代子孙哦 冒险的足迹交给子孙跟不同的人物延续下去 而在人偶抽抽乐第二代 有出现一位博士的角色 虽然也带着单片眼镜 但感觉是和蔼的考古学家 而不是坏心眼的巴伦男爵 第三代则是出现了飞行员 会不会是老当益装的哈利凯恩呢 而在第六代出现的牛头怪 也让人想到古希腊的失落宝藏电脑游戏里面 守护金牛宝屋的怪物哦 当时惠客是在开箱19代抽抽乐的时候 里头就有一位探险家的新角色 从帅气的翘胡子 红领巾跟服装榜神来看 证实强尼桑德的人偶 被完美的翻新重置了 而2020年发售的10273游乐船鬼屋 也赋予反派巴伦男爵许多细节与官方说法 整座载体完美串起了冒险旅途 和跨系列的宝物彩蛋 透过黑河级游乐场 让冒险系列重新回到乐高产品的轴线上 城堡、太空还有海盗 都相继推出全新的核组 来施展强大的回忆沙 说不定冒险系列也可能像穷斯博士一样 在不久的未来 惊喜跳回乐高迷的视野之中哦 以上就是我们乐高全冒险系列的时光巡礼 1998年 强尼等人在埃及沙漠踏下第一枚足迹 历经幽暗丛林、恐龙岛到遥远的东方 高潮迭起的系列故事让人不禁也想开始探索世界各地 有趣的传说或是宝藏了 虽然隶属于System的产品线之一 但在四个子系列中 演绎了当地风景与文化故事 相信许多资深玩家一定都保有对冒险系列的美好回忆 打开不同的冒险篇章 在忍者城里埋藏彩蛋 鬼屋带来有点毛毛的惊悚故事 主角强尼也从臭臭乐行列之中回归咯 传说集的冒险男神 印第安娜琼斯 用新续集《命运轮盘》迎来系列最终章 透过强尼等人的探险故事 回顾乐高迷专属的经典回忆 室友们也有一起跟着强尼冒险过吗? 四段故事你觉得哪个系列最有趣呢? 快快留言 一起跟着惠客室重返探险时光 若想看到更多乐高相对的介绍与故事 按赞订阅小铃铛 记得帮我们用力地点下去 探索绝境获取珍奇宝物 一起重温经典的冒险旅程吧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